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调休居然爬到了热搜榜的第一名上去 真的是 这说明什么想休息的人太多了 最近疫情导致很多人疲劳 没精神都想休息 所以2023年的春节放假通知 很及时告诉你 1月21号到27号放假调休共7天 虽然放7天挺开心的 但是你看后面的 那就要连续7天上班 1月28号和29号 星期六星期天要上班 所以你正常1到5 然后加两个双休日一起上班 这个安排谁安排的 谁给算的这个日期啊 所以从上到下 大家的按照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日历啊 一排下面的人就开始不高兴了啊 所有的人都说这个排休的人太不懂生活了 这个休7天 然后上7天班 这这要不要人活了 是吧 所以关于调休的这种是必大于利 还是利大于弊又成为辩论会的这个辩论话题 其实根据这个放假办法来讲啊 这个历史上是有不同的变化的 这个黄金周也是以前 那个拼出来的 把前后周末相连拼成7天长假 这是有历史的 而现在面临这个消费不振的情况下 能不能把这个长假就正儿八经的啊 改出来呢 就专门有这样的长假 特别是春节啊 春节这样的长假 遇上又遇上今年疫情的原因 还加上过去三年 大家响应号召都留在本地 没有出行 能不能改一改呢 所以这个假期到底应该怎么放啊 所以这个很多人争论 其实全世界这个节假日来讲的话呢 我们国家法定节假日 有11天在全世界排在第33位 属于中等水平 但是我们没有带薪的年假 我们带薪年假比较少啊 我们的职工带薪年假 休假日10年以上的啊 19个工作日啊 在排在第59位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 我们还是因为假期太少 还有就是你的工作的年休假太少 造成大家对这个春节放假意见蛮大的 因为好多人都不想动用自己的年休假 和这个长假拼在一起 因为如果真的放很长很长的假 你也会感觉非常的不适的 本集中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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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